主席马云他跟台湾年轻人最谈 他表示要拿出100亿的资金 帮助台湾年轻人来创业 要在阿里巴巴平台上 把台湾的产品还有服务 卖到大陆和全球 在大数据时代 年轻人的机会 就是把全产升级网络化 台湾2400位台湾大学生 来听马云演讲 鸿海郭台铭 驱使张明正也在做 马云拿100亿资金 找年轻人的创业 台湾本地的这个年轻人 如何把台湾的产品 农产品 工业 各种各样的创意性产品 制造性产品 台湾的服务 通过阿里巴巴系 卖到大陆 卖到全世界 阿里巴巴投资参股技术合伙 马云也点出大数据时代 机会所在 传统企业如何 upgrade到internet这上面 这是巨大的机会所在 一直在失败中找机会 拥抱善变 当众人想的是东 马云想到的是西 再比别人多坚持一刻 多学习别人失败的经历 少学别人成功的经验 创业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很重要 要学会左手温暖右手 马云说合作伙伴比钱更重要 创业找合伙人 不要找最好的 要找志同道合的 马云找的人才 有开放心态 要有学习力 永远想着帮别人解决事情 记者张军慧彭书庆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